今天是2022年第一个交易日 那马股会持续吗 亚太股市会迎来看门红吗 大家好 我是HOME READ的陈湘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每天中午盘减平的活动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亚太股市开盘到目前走势 等你来看的是账多跌少 账得比较多的国家是 西兰卡 越南 印度 中小板 印尼 跌得比较多的是国企 恒生 菲律宾 马股哪里去掉 原来是在这边 No.1 倒数第一 上周五也就是31号 最后交易日的时候 高跟猛进亚洲第一 那今天是亚洲第一 但是是倒数的 为什么马股这次这么颓废呢 第一天新年第一个交易日就下跌 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 第一个交易日也是下跌的 1月4号 你看就12月31号 什么2号3号 刚好也赶上这个 白礼拜 4号一开盘也下跌 而且跌了1.58 后边呢就上半年就没什么太大行情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马股 马股呢在早盘就比较弱 大幅离开之后震荡往下 到10点半以后怎么样 开始转上 但是最终上升呢 也没有能够突破早盘的这个高点 现在目前也在回事当中 零件到收盘呢 差不多跌破了这个黄线 所以如果说下午开盘的半小时呢 没有占完黄线 那就不太好了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 就不是那么的乐观 今天跌的还蛮多 跌破了阳中一半 从下半资金状况来看的话 比上周五 跌少了很多 但是说跟之前来比的话 还是分仓的 然后最好的就是说 下边的青色 也就是散布部分消失了 这是比较好的现象 那60分钟图表当中呢 走了一个上升的五浪结束 对吧 就是12345 那五的时候呢 刚好是 像个礼拜五 也就是最后一天拉升的时候 就算五浪了 五浪通常有时候非常快 目前走的这个 是A浪的下跌 下边庄家资金的比例呢 还是蛮高的 但是比起来上周五的情况呢 就有一点低 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盘面 那今天盘面特征呢 是有一点弱 上升的股票370 下跌的股票410 平盘的股票364 从行业来看呢 是五个行业上升 八个行业下跌 五个行业当中 涨幅较大的是 Plantation 涨了1.1 其次呢 像 Financial Service 涨了0.27 跌的比较多的呢 是上周五的那盘了的比较厉害的 Telecommunication以及Healthcare 这两个呢 今天呢有回落 那从它目前的走势来看呢 这个种植行业呢 是一天收羊 一天收羊从上个礼拜三开始 所以今天收羊线很正常的 明天收羊线也很正常 什么时候发现 连续两个羊线的时候容易加速 连续两个羊线呢 容易结束 那从下面的股票状况来看的话 今天增仓比较明显 而且这个金叉也已经出现了 然后从六分钟图来看呢 也是比较强势的 专家增仓的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 Financial Service 呢 今天比较强势 专家比例比前边要多一点 Tentology 呢 是早盘大幅冲高 然后道路盘的话 有回落一点点 那么外资的比例还是在减少的 所以说这种上涨能弄持久 就不好说 这个TTT 这边呢 因为一直持续在震荡往上 下面的撒互比率适宜减少 Energy 呢 今天是震荡 下面的专家资金呢 有所增加 那Trust Position 呢 是横白 资金状况呢 没有明显变化 Race 呢 早盘有冲高 后边又下来了 Consumer 这边呢 已经连续8年扬了 年9年扬 再涨好几年扬 但是现在也下来了 然后 Construction 呢 就是连续两天下跌 其实 31 号的也没有涨 今天也没有涨 到目前为止 Industry 这边呢 是冲高回落 下面资金状况呢 是明显有减少的 Property 呢 今天也是低开低头 散户大量增仓 Tele communication 是吧 非常明显 专家大幅减少 散户大量增加 Hasker 呢 是倾盆大雨 低开低头 散户大量增加 外资呢 就是减少了 然后在六十分钟图里边应该已经出现白圈了 然后出现白圈以后呢 现在为止的散户出现了 所以这种不太不太乐观 那我们来看个股的情况 个股方面呢 是上升的股票目前呢 是十六指 还不错 下跌超过十万行的股票是 十四指 这样来看的话 多方略占上风 所以今天容易收回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涨幅房里边的情况 涨幅房呢 其实今天有一些个股呢 表现还不错的 比如像这个0048的今天就出现大幅上升了 然后像0084也是今天出现大幅上升 5172啊 0140啊 是吧 也这些都属于之前绕错的是吧 就是88今天也出现大幅上升 069啊 762啊 还有9318啊 这些都是比较熟悉的 我今天涨幅房里边的股票 就不是之前那样了 都是烂股是吧 有一些股票是不错的 政科又开始起了 以及这个Opcom 4944 想要看一下你的股票什么情况吗 我想看一下你的股票专家有没有进来 还是已经跑路了 那么你的圈是红圈还是白圈 可以 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我们的评论区 我们就会联系你了 今天影响马股的会有这么几个新闻 早盘的时候呢 我们也发到这个Telegram学习群组 及这个共享文档里面 一个是关于这个全球的金属情况 金属表现的情况 息架的就是今年表现最好的 这是为什么5916一直在起的原因 另外呢 关于这个MSWG呢 对明年的这个计划来讲呢 会介绍到更多大马的商业公司 监管呢会趋延 另外呢就是关于南商报这边 总结的一个各个券商 对明年的一种判断 以及呢这个明年的四大风险 到底是哪四大风险 然后多少机构是看好这个明年的 看好哪些行业 以及各股这边都有 如果有兴趣想来看的话 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 谷歌讲股的学习频道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 学习频道链接 进入到我们的学习频道 每天早盘呢有早盘的减评 午盘有午盘的视频 晚上有直播的视频 里边也会发一些重要的信息 资料 以及呢我们看到什么 动向的话都会把它发进来 以便让我们能够更加 及时的了解股市的状态 更加了解股市的这个 及时的状态 能够让我们趋利利害 如果有兴趣 想要加入的呢 就可以点击我们下边的链接了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的 基本就是这些 觉得好呢 就帮忙点个赞 转发出去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呢 请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见 请订阅一下